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经过人为雕琢 看起来就像是一张人脸 有眼睛 鼻子 嘴巴 因此被称为人面石 这颗人面石当地民众说有求必应 而且相传当年有人对他不敬 吃了不少苦头 结束起来看到他的时候 觉得怪怪的像个脸 结果他从后面给他扒一下 然后把他丢到池子里面 结果扒他一下他回去 三天手都痛 当地长辈说起石头宫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但石头被偷走了 庙方报案也有网友po文邪询 女性男子出口开架 1亿元要卖这颗石头 还推着推车到处兜售 被捕后坦诚犯行 还瞎称是神明同意的 信仰说嫌犯嚣张开架 但对他们来说 这颗人面石是信仰寄托 无价 三星人高角绍讲新闻报道